這邊就是富強縣 洛富公屋王 這邊其實今天想走一條廣播道 看看另一個級別人的住宅 一來已經是第一間了,日龍 名字都很難讀 繼續走 廣播道也有很多機構 電視台,電台 有時候有些明星都曾經住在這裏 近來 這裏真是高尚住宅區 這間是甚麼 有間藍鴉路德會 寧恩堂總會 最主要在這裏可以看到 豪宅 也不是C樓這麼簡單 一堆是C樓 你看到他們一層都很寬 通常就住一層 一層都這麼寬 至少有2000尺 很多車 通常都駕私家車 廣播道 我先看車 這個就是 有個教堂在這裏 他已經過了 一直走 日龍 好大間 不是很高的 十層左右 我走這邊 右邊就很清晰 看到這邊的建築物 最主要是看建築物 這裡沒有人 你看到這個廣播 是閃亮亮的 可能是神經病 那些吊燈 是兩盞的吊燈 在廣播 還是會鎖呢 會鎖 但會鎖又不是很多人用的 兩盞燈 這些就是他們的營車場 這些是舊色一點點的 日龍那些就是 新色一點點 有村人手門口 都應該給入 不是,給影的 不給入而已 最多 我怕說錯了 這裡有個RTHK 和商業建築 這裡變成什麼名字 翠華園8號 我看不到8號 翠華園 看看房子 我相信真的很大 我相信 你看到 它的單位已經是 可能等於 三個公屋 五百尺 即是一千五尺 至二千尺 我覺得 如果有網友來過 或者住在這裡 不妨說一下有多大 我相信不小 一定不小 RTHK 沒有了 沒有了 無須多說 現在又說 炒利君雅 都可以收皮了 現在RTHK 旁邊就是商業電台 兩間都染紅了 現在 這個是什麼 沒有能角 橙橙的 柯榮廚色 有車 先看車 有時候 有時候 藍師 要好笑的 就是 我想是這個位置抗議 就是上來廣播道 來抗議 抗議利君 抗議什麼 就是 橙橙站 對嗎 唉 什麼都抗議 當然是請回來了 這裡有一大堆 有些車 很搏車 一大堆 有錢人 有錢人的象徵 在這裡 拍到外面 應該可能 一些人上班 高層上班 拍到車 在這裡 因為你住在裡面 那些應該有車位 很安靜 一休息夜晚都很安靜 狗爭狗 兩兄弟怎麼打架 快點 嘩 差點波及了 先打 再打 再打 其實是會打架 不知道是玩還是打架 兩兄弟 這樣 RTHK 右手邊都是 我的右手邊 這塊也是 反正不漂亮 這塊 這塊應該是北架山 北架山 應該是北架山 都黃昏 挺漂亮的 橙橙地色 橙橙地色 當然 Team 一小時候 現在也會總 Nee канал 屏東 東 二实 都十分 kale 這一絲 時 怎麽進去呢? 不知怎麽進去的公園 剛剛才留意到 他沒有路進去的 沒理由是私家的 這麽嚴重,有個私家公園 這麽嚴重 這麽嚴重 再檢查地圖 也算了,可以進去 這麽了 這麽是香港電台 這麽東西 這麽又是私樓區 這麽不可以進去 這麽這裡 絲樓中不可以進去 這麽是私家路 這麽是私家路 叫做 農場園 農場園 農場道的農場園 這是這麽東西 後面一列都是 這麽是自己的 這麽是不可以進去的 這條路是很麻煩的 你看到也很大 坦白說,很舒服的 愛牆不是很漂亮的 有點像石劍尾那些工具 愛牆,但裡面是很漂亮的 好,繼續走 這些就要一萬多了,我想斷一萬多 我想未必斷一計,兩三千 兩三千走不走 走右手邊可以看得很清晰 我通常走左手邊 現在我吸收經驗 通常如果你想表達的樓很高 走他的對架,對手,對面 我可以看到他的 可以表達到那種 流雨有多麼高 情況 因為我右手邊沒有看 右手邊就是 對,這個就是RTHK的愛牆 今天嘗試走運整個廣播道的區域 有兩條新樓我未走過 我和大家一起走 這裡有垃圾桶 這是公家的 在外國就回到 他們的垃圾就要 每家會戶就要拿出來 在這裏 在這裏 搞廁所 這個就是馬可尼島 我未走過 今天就 為做這個特輯移 走一走 Maconley Wall 順便認識一下 中間這個位置仍然是RTHK的部分 有幾大隻鑊 他們要揹個鑊 射在鑊上 給利君雅 就是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突然之間 沒有了車之後 這條路很安靜 很舒服 連雜音都沒有 可以看到 這間屋 很清晰 路袋也很大 狗狗 又吵架 一隻哥哥 一隻妹妹 好像是這個樣子 他見人有廢,不會見我就廢 我看到這些狗 主人抱著他 讓他不要廢 大狗,這隻大狗就不會廢 他看見對面的狗廢 他不是看人廢,看狗廢 看狗有分敏感 有時對聲音敏感 有時對狗的敏感 有時對人 外場也很殘忍 認識廣播道 重新認識 這個就是碧麗角 怎麼說呢 他的建築有特別 一環一環的 他的建築是一環一環 窗花感 長方形 俄羅斯方法 這裏有些樓我都未見過 因為我未走過這條街 是一環一環 八尾花園 是一環一環 富豪必買 實用1625尺 四房 通常都是很厲害 千多尺 我沒有說錯了 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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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的舒服 如果買到這個位置 很漂亮 舒服 15尺一定夠絕 外國也是差不多 當然外國不用三千萬 外國三百萬有交易 一千多尺 一樣這麼靜 然後你留下二千七 拿來 生活更好 外國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三千 都在住所那裏 所以我不會說到這裏很小 一定都很大的 這裏馬可尼大廈 那些樓真的很普通 不是 這幾棟不普通 有些都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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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這裏 應該過對面 沒有車過對面 再過這間 看看這邊 暫時樓也很普通 馬可尼道2號 很冷靜 既然來到這裏 晚走 沒有幾天我會來 通常我只有一年來一次 沒什麼原因的 突然想逛逛 反而我有一村 幾十年都沒有走過 每天都走走 那裏很冷靜 這裏 你見到 什麼RTHK 香港電台 這些建築物都可以 看看 看看 這條是廣播道 廣播道 整個圈 一個圈 基本上 還有一條新街 我都沒有走過 這棟比較帥 廣播道 比較帥 最高的 遠處也看到 頭頂 端位 這一堆外場也比較漂亮 坦白說 赤柱那些比較漂亮 赤柱那邊 我記得印象中 是赤柱那邊 或者是淺水灣那邊 這裏的房子其實不一般 可能有回歷史 你見到普通 普通 六人甲的樣子 如果你不是說 我不需要什麼牌場 靈實用 這些都有 反身達度 漢叔 走這種路 我也沒有走過 artık 這是在外場維修中,這些主要泵片出來 這個是最加勢的了,廣東道 待會再補回名字,我記得它很厲害的 如果在這裏種滿樹,裡面應該是一個私家公園 不讓你看,只是一個地標 可能待會走到這個位置去作結 我想有兩個位置去作結,一個就是那個公園 這個呢,光輝園 這些屍樓都沒有,沒什麼特別 那香港其實是什麼地方呢? 很簡單的東西,香港又沒有技術 又沒有特別的技術 那些人,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又不會有特別的創新,可以改變世界的能力 沒有啊,沒有Facebook 沒有PayPal 沒有Tesla 它是一個白手套 之前有個蕭建說就是白手套 咦,我們香港就是中國的白手套 講完,故事講完 所以為什麼這裡的樓價值幾千萬呢? 就是因為它是白手套的功能 抬高了一個架 抬高了一個架,它自然水漲船谷 它自己就能發達 就是這樣的 也有些外國的感覺 就這樣走 人很少 因為沒有商場 我想他們也不歡迎 有些商場進駐在這裡 一進駐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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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了 其實基本上 可能地鐵站也不歡迎 它旁邊就是農場道 你可以開車上農場道 立即是向向向路 像是外國人生活 外國人的世界就是 有部車 有部車的向路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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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Jumbo Court Jumbo Court 它有一個拱形的窗台 就是這樣 又很大 這間很小 這個呢? 整條泛順達道線圓 紅紅色 金翠縣 J-Cock 看到一座地標 大點 對面有公園 208 這裏很像洋人 洋人就是這樣 譬如它 車很疏的 可能來巴士等了比較久 我想這裏都可以給我一種感覺 洋人的地方是這樣的 很像沉悶的 就是這樣 什麼都沒有 我的影片全部都是一種格式 如果過到英國 拍攝的話 咦?這麼有趣 這裏是一條路 不知道洞在哪裏 應該上面是農場道 挺有趣 找到一條路 夜晚有時候你不敢走 日後就沒有什麼 沒有人走 但是沒有人走 這條路也很靜 餵完 那就 繞一繞公園 還有時間 可以走到 剛才那個很高的層層屋 在樓那裏呢 就作結了 或者 公園也有眼看完 其實都 夜晚有些風 有些冷 一點點 吃飽了 就沒什麼 吃了 很淡 就很亂 但是這座也很美 這座呢 特別之處就是 它有個橫樑 中間也是中空 有個天井 垃圾天井 這些是最噁心的 其實 你看到天井 有些冷氣機 其實都藏了很多污垢 在這裏 它是中空的 其實就不美 衛生情況很差 這裏呢 只有一個景點 這裏呢 上面應該是農場道 就是外面的農場道 這個就是迴旋處 很多小朋友在這裏 公路下面的一個公園 我想都是有錢的小朋友在這裏 外面跟大家感受到 這邊的非常大 而且一樣 不容易看一看 太遠了 這種公園 看一看 很簡陋 給有錢人一個多個地方玩一下 今天看到獅子山 一個公園 龍場道 很多車 有個水池 和我家附近的魔士公園相比 這裡簡直是垃圾 垃圾級別 有錢人 住的地方 有時都是 哈哈 哈哈 幾千萬 好 龍場道作業都可以 龍場道 下一段 看一看 應該這樣 空到天馬園那邊 這條路我沒有走過 沒試過這樣走 拍到這裏 多謝收看 拍到